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的未来之城雄安新区 自从七年前启动以来 雄安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项目 它会成为所宣传的现代社会主义城市 还是会如怀疑者所预测的那样 成为一个昂贵的鬼城 尽管雄安吸引了巨额投资 并且基础设施也已经基本到位 但它能否真正吸引北京居民迁移 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现有的企业和居民活动迹象表明了一些进展 但与北京相比 雄安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该市的未来是否能够实现其宏伟目标 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观察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本期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被誉为中国未来之城的雄安新区 文章的来源是南华早报 这篇文章深入探讨了雄安新区的现状 未来发展潜力 以及它能否真正吸引北京居民搬迁的问题 雄安新区位于北京以南约100公里处 自7年前启动以来 一直被寄予厚望 中国政府希望通过这一项目 缓解北京市的人口压力 同时加速河北省及临近天津大港的经济发展 尽管雄安的建设预计要到2049年才能完成 但截至目前 这一项目已经吸引了 约67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 约合93亿美元 在最近的三中全会上 领导层重申了对该项目的坚定支持 在十年前 雄安还是一片河流 和湿地点缀地开阔平远 主要居住着小型农村社区 然而 如今这里已经完成了 与中国其他地区的物理和数字连接 大大提升了基础设施水平 根据官方数据 约有200家国有企业在雄安设立了子公司 一些北京的大学也计划在此设立校区 从北京乘坐高铁到雄安 只需不到一小时 城市的硬件设施已经基本到位 办公楼 住宅区 公共交通 学校和幼儿园 商店和餐馆都已经投入运营 与中国大多数大城市不同 雄安没有摩天大楼 地下通道或高架人行道 相反 这里强调中等高度的建筑和大量的绿色空间 据统计 超过70%的城市面积被用作绿地 如公园和湖泊 道路旁也设有自行车道 尽管官方声称雄安已有120万常住居民 但街上相对缺乏人流 在计划中的金融区和科技园区 大多数街道层的商铺仍然空置 等待企业进驻 东京一家科技初创公司的创始人 大卫邱指出 雄安在品牌建设方面 尚未成功地将自己与北京区分开来 他认为雄安是否会成为北京2.0还是未知数 然而房地产业和一些幼儿园等企业已经开始看到活动增加的迹象 这或许预示着更多的北京居民正准备搬迁到雄安 在雄安的一处公寓楼中 所有单元已准备好入住 并且约三分之二的单元已经售出 许多买家是北京居民 他们为未来的搬迁做准备 幼儿园和小学校也在积极筹备以吸引新居民 一家幼儿园甚至为9月份迎接首位美国教师做准备 并提供多余种课程及延长的托服务 然而高昂的费用使得这类服务目前仍超出了大多数雄安居民的承受范围 此外一家高端干洗店的员工表示 他们每天处理超过200件物品 主要是奢侈品或定制物品 这也显示出来自北京的访客业务正在增加 然而北京生活的吸引力依然强大 24岁的迈克·杨表示 他在雄安找到工作后搬到这里 但大多数周末他仍会回到北京度过 建筑师罗天也表明他不愿意搬迁 因为这意味着他需要重新建立社交网络 并且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与北京相比 堪培拉商学院的城市规划师理查德·胡认为 雄安这座城市的概念可能过于理想化 中国各地的人们被北京吸引 因为它提供了更好的职业前景和公共服务 而现在政府试图逆转这一趋势 将人们和资源转移到雄安 胡表示 从雄安搬到北京是一种向上的迁移 而从北京搬到雄安则是一种向下的迁移 他认为 真正的迁移应该是自愿的 并由个人追求和社会经济考虑驱动 而不是政府命令 雄安在吸引私营企业 尤其是来自国外的企业方面也面临挑战 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 BWA董事会主席迈克尔·舒曼 在访问雄安后表示 这座城市建设的非常出色 但在其他未来城市中并不广为人知 舒曼认为雄安的某些城市技术可能比其他计划中的未来城市更为先进 多伦多一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的创始人阿兰·萨斯认为 雄安的低租金和相对空旷的环境可能吸引初创公司 但需要更好的全球互操作性 如更自由的互联盟访问和外国人更容易获得签证或居留许可的规则 托尼·布莱尔全球变革研究所的中国研究员爱德华尼尔·奈特 在访问雄安后指出 这座城市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与深圳等快速发展的科技中心竞争 他认为雄安的未来将取决于租金和户口政策的灵活性 总的来说 雄安新区作为中国的未来之城 在基础设施和城市规划上取得了显著进展 然而 要真正吸引北京居民搬迁 尚需解决品牌建设 职业前景 公共服务和全球互操作性等多个问题 尽管面临挑战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雄安有可能成为一个更友好 更绿色的现代城市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特别节目 敬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深入探索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雄安将成为中国未来的绿色城市典范 这只是时间问题 想想吧 领导曾已经投资了6700亿元人民币 这不是小数目 这些钱投入到各种现代基础设施 从住房到公共交通 从教育到医疗 将来这里会吸引各种人才和企业进驻 北京的压力太大了 雄安将是未来的解药 就像一个新鲜的橙子 谁不想咬一口呢 楚天书 你说的这些投资和基础设施听起来确实很美好 但你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 人们为什么要放弃现有的社交网络和公共服务 这就像让人们放弃手中的金苹果 去追逐一个模糊的梦想 更何况 雄安的租金和户口政策如果不改变 谁愿意搬去那里 这可不像是西游记中唐僧取经的心态 当年唐僧可是心甘情愿去西天取经的 谢琪琪 我们得看大势所趋 北京的拥挤和高压生活让很多人喘不过气来 雄安的设计更关注环保和居民的生活质量 这就像是桃花园记中的世外桃园 想象一下有自行车道有绿地没有拥挤的摩天大楼 这简直是现代都市人的梦想 试问谁不想远离雾霾拥有更清新的生活 楚天说你这比喻太理想化了 人们早已习惯了北京的便利和机会 这就像让人们离开红楼梦中的大官员去驻山村 你看看雄安现在的情况 商业空间多数还是空置的 企业也不多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人们还不信任这个未来之城 即使环境再好 但如果没有工作机会和社会支持系统 谁会愿意搬迁 毕竟生活不是一场浪漫的旅行 而是需要现实的支撑 谢琪琪 你说的现实问题确实存在 但政府是有计划的 从长远来看 随着更多企业和教育机构的进驻 雄安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会逐渐改善 你难道忘了深圳在改革开放初期 也是一片小渔村吗 如今深圳已经成为国际大都市 这就是时间和投资的力量 雄安也会走这条路 只是需要时间来证明 楚天书 我承认时间和投资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项目都会成功 雄安现在的情况更像是 聊斋志意中的那些智怪故事 看似美好 实则充满未知 我们不能忽视现实中的阻力和挑战 当初的深圳有特殊的经济政策和地理优势 但这些雄安都有吗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观察和实际行动 来证明雄安的可行性 否则这个未来之城可能只是一个昂贵的梦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好